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守护健康频道 前两期视频我们一起学习了高血压和高血脂 这期视频我们将要一起学习高血糖 因为高血糖涉及的内容较多 我准备很多期视频来完成 首先谈谈与高血糖有关的基本知识 高血糖是指血液中的血糖 也称为葡萄糖的水平异常的 升高的情况 葡萄糖是人体细胞获取能量的重要来源 进食后 移性分泌胰岛素 胰岛素是控制血糖水平的关键基础 胰岛素能帮助葡萄糖 从血液中转运进细胞类 然而如果胰岛素的分泌不足 或者是你无法有效的利用胰岛素 血糖就会持续的升高 导致高血糖 高血糖是糖尿病的重要特征之一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 常常与胰岛素的功能障碍或者是与发生胰岛素阻抗有关 糖尿病主要分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型糖尿病也称为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 是由于胰岛素产生细胞 并免疫系统攻击 从而导致胰岛素分泌减少或完全停止 这种类型的糖尿病通常在年轻人中发生 第二型糖尿病也称为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 常常是由于身体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性降低 也可能是因为胰岛素分泌不足而导致 这种类型的糖尿病通常在成年轻人中比较普遍 尤其与肥胖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 那么高血糖是如何影响身体的呢 在长期持续高血糖的状态下 葡萄糖就会与蛋白质发生非酶反应 形成糖化中产物 导致血管壁变得僵硬和脆弱 加上高血糖状态下 细胞会产生更多的自由基 这些自由基能够氧化脂质和蛋白质 造成内皮细胞的损伤和炎性反应 进而促进动脉作样硬化的发展 那么高血糖还可以导致身体慢性炎症水平增高 炎性因子可以损害血管内皮细胞 并激活血小板而促进凝血过程 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高血糖还能影响内皮细胞的功能 导致血管输出功能的障碍 增加血管的阻力 使心脏需要更大的力量来推动血液 在高血糖的状态下 血小板更容易粘附在塑水的血管壁上 形成血酸 进一步阻塞血管的血液的流动 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 就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例如心脏病中风 还会导致血管狭窄 使血共不足肢体坏事导致节肢 还会严重影响势力 引起失明 还会损害肾脏 造成神经系统的损伤等等 但是就像早期的高血压和高血脂一样 早期高血糖常常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的 要早期发现和治疗高血糖 防止糖尿病以及其病发生的发生 除了定期的体检以外 我们还要学会了解自己患糖尿病的风险 还会仔细的观察自己的症状 必要是还要学会自测血糖 中老年是成年型糖尿病高发年龄 有人说我没有糖尿病的家属是不会的糖尿病 还有人说我是兽型的体型 不会的糖尿病 其实不然宁床上常常可以见到 无糖尿病病史和树形体型的糖尿病病人 那么亚洲人呢是糖尿病高发人群之一 由于呢亚洲人中的一些遗传的变异 现代生活的形式的改变 以及呢传统的这个碳水化合物为主的生活习惯等等 美国糖尿病协会指出 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糖尿病的患病率仍然很高 为29.2% 数以万计的美国成年人患有糖尿病前期 但问题在于他们中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一点 为了提高大众的认知 他们在网上设置了一套大约一分钟就能完成的糖尿病风险测试 并根据测试的结果给予指导 请看视频上方的网址 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 我诚恳的希望你们都能参与这项测试 由于人到中年糖尿病的风险因素迅速增长 希望每一个中老年朋友对自己的糖尿病风险有一个明确的了解 这样就能及时的更加积极的预防高血糖 或者将糖尿病遏制在猛压之中 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说 只要能及早发现控制好血糖 就能防止各种并发症 下期视频我将会继续来谈谈二型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和胰岛素素抗 还要谈谈各种常见的血糖检测及其临床异议 还要分享如何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控制血糖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在视频结束前 我还想让大家知道 8月5号是2023年亚美医疹健康普查日 他们提供多种的免费普查项目 请看视频上方的信息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请您点赞订阅并分享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和建议 请您在留言区留言 我会注意并及时回复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